哈喽,大家好,我是天边六颗草 这次啊,为大家带来一个叫做超级变变变的动画公开课 这个动画的灵感呢 就是来源于日本的综艺节目 也是叫做超级变变变 我们可以先打开这个节目看一下 它基本上就是用人去演绎各式各样的场景和场景之间的变化 演的最好就会得到最高分 所以我就想着做一个从马桶变成办公仪 办公仪再变成沙发 沙发再变成马桶的一个循环小动画 有了这个想法后 我去Pinterest上面找了一些参考资料 我们可以来一起看一下 这个二维的主针动画其实变化挺有趣的 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 像他这个鸡打一个喷嚏 然后就变成了烤鸡 烤鸡的皮被剥掉了 就变成一个南瓜 你怎么也想不到他薄薄皮会变成一个南瓜是吧 然后我还找到一个三维的参考 三维的参考呢就比较接近我的想法 他从一个老爷车变成了一个比较现代的车 又从车呢变成了一个流声机 再去变成了一个电话 那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这个参考是怎么变换的 它基本上是通过两个物体的零件 消失与出现去衔接的 像这个电脑的变化呢 它是通过一个形变去做一个衔接 我们可以主针来看一下 这个流声机出现 然后又消失 全部东西消失之后呢 后面这个MP3也出现了 再加一个旋转 就把MP3整个样貌给展现出来 那我们做的时候啊 就可以按照这个规律 让一个零件来带出我们整体的模型 那接下来呢 就介绍一下场景的简单搭建